赵绍康 前新北市长朱立伦 27号则同台出席 前主席洪秀柱召开的论坛 大谈两岸政策 朱立伦表示一中各表的一中 就是中华民国 那国民党也坚决反对一国两制 赵绍康则喊出 当初喊一生兄弟保百年平安 被解读是抱中国大腿 这回他回籍 难道教医生大姐也是在抱大腿吗 表示两岸之间和平最重要 不管你们两个谁出现 我都会支持 我会放下仇恨支持 朱立伦 赵绍康难得在论坛同台 红袖住一个突袭 让竞争又合作的两个人笑得尴尬 毕竟党魁之争纷纷扰扰 接着严肃的话题是 国民党的两岸政策 总目标是和平 基础是中华民国的宪法 跟我们中国国民党的打仗 一中是什么 很清楚中华民 我们绝对反对 一国两制 我们的经济是靠道理 我们的防卫安全是靠美国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一直主张是要等距 论点不同 共同点是要和平共处 交往的一个基本精神 我们叫做求同存异 进一步能够求同遵义 赵绍康主张喊兄弟保平安 却被解读是抱中国大腿 我喊你大姐也不是抱你大腿 这两回事情 政治的利益放在一边 怎么样把国家利益放在前面 其实最重要的 只是国民党内的两岸论述为何 赵绍康坦言不清楚 我也不知道国民党两岸政策是什么 有一点想学民进党 但是你学民进党的话 选民进党就好了 不要选你了 两岸论述各有观点 就看谁的说法能得到更多民众的认同 接下来林辰庸林一新台北报道